好不開心啊今天 我打算踩單車出發去這個 Riderwood的mall 但是現在變了就要踩板去 不不不我不是踩板去 我帶著一塊板去坐巴士 我打算踩單車去的嘛 然後開開心心拍片 就是說我怎樣踩單車去一個很方便的商場 但結果呢 現在是很不方便的搭巴士去 就是因為我剛剛 其實本來我二手買的我駕單車 買的時候呢 賣家才跟我說 啊 後輪有一點問題的 可能要換的 就是他經常流氣的那些 我就不以為然 我覺得沒氣就打點氣進去 那就踩得了 然後呢 我的單車我踩過一次 就是交修過一次 他交修完之後我就踩回家 現在看到人踩單車 啊 都想踩啊 哎 有人在剷草啊 所以草弱點 那接著呢 回到去呢 我都有幫他打過一次氣 但是接著呢 我再檢查他一下的時候呢 他整條胎就已經被淋了 淋了 就是那條胎還要跟那個 那個鋼圈分離了 總之就是淋得很 誇張的樣子 那我又再幫他打點氣進去 那我沒事的 然後剛剛呢 我就再幫他打了 因為他又淋了 那接著打到差不多完了 去到紅色的箭咀的時候呢 那我就停一停了 很累了 一來 二來我就想看看 啊 為什麼他會經常流氣的呢 就上網看 那我就站在單車旁邊 然後呢 那單車呢 就突然一 爆炸聲了 爆到我自明了 超恐怖的 然後呢 我就再幫他打氣的時候呢 他已經彎了 已經失去這個戰鬥力了 要換胎了 那換胎呢 我看呢 有些地方呢 就有七十幾元 這樣換 或者你自己換呢 在鏡胎買個胎 三十幾元 四十元 隔年稅 就是我就覺得 不想搞了 現在就在這裡等車了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去這個 Brighton Wood Mall呢 那就是 要去覆診的 也不算覆診的 做一個檢查 就再去RBC 剩下一個戶口 因為他寄了一些卡給我 寄了他去我舊的地址 深日說是不知道什麼 什麼日傳食啊 那些Friend 所以現在天好像 但是什麼都看不到 Sorry 好了 目的地準備到 就是這一間 搬了屋之後呢 我都經常來這裡 因為真的算 幾方便 要什麼有什麼 有這個 Clinic 剛剛說了 有Metro 西式的超市 中式的超市 之後又有那個什麼 熔孔 在這裡 接著那個Model又有食物 然後有Dolarama 之後又有圖書館 有銀行 就我等一下去RBC 接著C.I.B.C.也有 T.D.就沒有留意任何了 圈包店也有 吃菠蘿包也有得買的 總之應有盡有 如果開車 泊車位有大 對啦 就是有很多位置 人就不會說特別多 嗯 我現在應該 應該下面才對 短暫的日食應該結束了 現在光很多 但是我突然之間 嘶 這樣 超黑的 為什麼我會回來抽血呢 話說 我上個月 突然之間有一晚 超痛的 痛得好像腸胃炎那樣 整晚都睡不到 然後又很害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接著第二天 還是保持著很痛 那我就 來這裡看醫生了 就是 Walk-in clinic 就看了我這個 Dolanda第一次看的醫生 然後你有Health card的話 他就是看醫生 Free的 除非他開了一些藥 要你去配 那你就要給那個藥的錢 那我看了之後 他又沒有即時告訴我 究竟你什麼問題 他就在這裡按一下你的肚子 然後很痛 是痛得瘋了 那他就寫了一些東西 就叫我 你去照超聲波吧 然後我就 蛤 我預計是 你可能開一些止痛的藥 給我吃一下 讓我沒有那麼痛 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 一粒藥都沒有 他就 叫我去驗療 照超聲波 那我就下去了 超聲波還要是 第二天才可以做到 因為要等 也要排下期 但第二天也算快的 不過我就是覺得 我現在很痛 沒有即時治療的嗎 就很奇怪 那天看完醫生之後 到下午 都已經沒有那麼痛 第二天簡直是不痛 之後就發現我的period來了 我也有跟他說的 這麼痛 我之前很久以前也試過的 但就真的沒有痛那麼久 咦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這個mall 它分兩層 我現在在低層的地方 我現在就在這裡進去 去我的clinic那裡 哎呀 好 接著呢 第二天去照超聲波 那這些全部都是 不用付錢的 一元都沒有付過 就去檢查到 究竟我有什麼問題 去做個檢查 照超聲波的時候 體驗都挺有趣 我每個人聽到 我照超聲波 他是不是有了 那不是有了他才照超聲波 對不對 因為我是下腹痛 所以他就 播我看看腸 有沒有事 因為那些英文很難的 那些medical的英文 他開了張紙 我也沒有很詳細去看 結果我去到治元超聲波的時候 還有一個檢查要做 就是試了我人生的第一次 然後當下才知道 你知道嗎 當下他塗一些東西 錄在那支棒 那支棍那裡 然後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叫我抹大隻腳的時候 我才知道 我覺得這個很可怕 總之他做完檢查之後 他就說我會打電話給你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叫你回來 見醫生 然後才 然後才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些疼痛什麼什麼 吃完藥 搞定了 那現在過了一個月 那他就帶我回來 剛剛進去 血量測試是在他這裡做 不是在他這裡做 剛剛有人說 日食是在這間店 對出這一邊 就會看到 很可惜 我是在另一邊走過來 我沒看到了 然後呢 如果你看看醫生說要配藥 這裡又有Shoppers 嗯 完成 二次抽血了 但我還是覺得 沒有望好過望 最後我忍不住望了一下 看我的血什麼顏色 哈哈 我這麼久以來 這麼大的女兒 從來都不知道 自己是什麼血型 我問我媽 她都不知道 真的很搞笑 然後呢 那時候 申請來多倫多的時候 身體檢查 這樣 然後她抽我的血 我都問她 我問過護士 欸 我知道我有什麼血型 她都說 這些報告呢 結果那些東西 裡面的資料 我們不可以透露 所以我是 我們活了這麼多年 直到現在都不知道 她知道什麼血型 欸 這個盤子不是我的 哈哈 哈哈 有沒有人 好像我這麼特別喜歡 吃這個花奶 花奶奶 最好吃的花奶 是這隻 牌子 但很貴 然後這隻呢 相對地便宜了 然後呢 我現在是注意到 這個程度呢 是會用花奶來吃這個 這類早餐那種呢 啊 好好吃啊 吃到有種幸福的感覺 然後 除了配這些乾淨的早餐 我就會 對啦 剛剛丟了個啫喱 拿完那個啫喱 然後倒一些花奶在上面 這樣吃 嗯 有大菜膏 現在呢就工程身去了 買了這個 菜了 我回家了 我的partner partner1號 partner2號已經打柴 暫時打柴 啊 外面看到有天情 天情最好就是踩蛋車 日食都玩完了 好啦 這條片應該很短啦 短暫地 交代一下我這個 小小的 新屋生活 拜拜